大家好 我們是戴安體操 然後我們剛剛就是順應著 就是今天主持有雙語 我們的曲目安排也有雙語的部分 然後剛剛那首歌《女巫》是我們這次新專輯的新歌 然後我們就是挑戰用 就是把那個莎士比亞的馬克白的劇本直接挪用 所以那個歌詞不是我寫的 對 是莎士比亞寫的 然後今天很開心可以來到這裡 然後今天真的非常非常冷 大家得像要注意保暖 或者是你們可以就是多動動你們的身體 就可以讓自己暖起來 像我現在就是又喘又暖 我沒有暖起來 我覺得非常冷 好 然後因為我們今天剛從高雄上來 然後雖然高雄就是天氣有點驟變 但是好像沒有像台北這麼誇張 所以我覺得啊 就是大家還是可以考慮一下到溫暖的南部生活 對 我們也可以多促成就是遷都這件事情 是不是 我們陳其邁 蛤 欸 沒有 不是 今天是台北登街 台北登街讚 對 好 然後因為我今天沒有喝酒 就是那個帳篷嘛 後台的帳篷就寫說 請勿 喝酒 抽煙 攪檳榔 然後我想說是在警告誰 是不是就是我 這樣 然後我就有努力的克制自己的欲望 嗯 對不起我講了一些廢話 好 我們下一首歌是 下一首歌是月落 然後 邀請你 月落這首歌是在寫我們 其實我們三個也在台北生活非常非常久的時間 我們大學還有我當民都在台北 所以對我們來說台北很像第二個家鄉 然後剛開始搬回高雄的時候 其實跟父母親就是 因為已經 其實已經成年了 又要跟父母親住在同一個屋簷底下 就產生了很多衝突 然後這首歌就是在寫當初 就一直在思考自己是不是應該要 搬回高雄是不是一個正確的選擇 而且 以天氣來說是 以天氣來說有點冷 真的 好的月落謝謝 來吧